透過動畫 製作團隊將與家人朋友 共同經歷的珍貴回憶 主因呈現 拿下了創意大獎 這是由國父紀念館首次舉辦的 跨時空對話創意增見活動 希望在內部整修修館的期間 邀請全民參與發揮創意 展現對國父紀念館未來的想像 也分享生活記憶中的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是大家的好朋友 尤其是我們目前已經開始進入到工程的階段 工程裡面我們其實之前要推動一個公共藝術計畫 在這個同時我們就思考說 公共藝術是全民參與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什麼樣的一個方式能夠讓全民都能夠參與 那我們就徵詢了一些委員 就提示我們 那我們也覺得蠻有意義的 就來辦一個所謂全民對國父紀念館 有什麼樣的感想 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呢 就是提供一個機會 讓全體民眾全國的民眾 都來提出對國父紀念館有些什麼想法 在記憶當中的國父紀念館是什麼 然後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詮釋 所以呢我們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來徵集來吸引大家 都提出自己對國父紀念館的看法跟想法 這次徵集活動共吸引了167件作品參賽 創作者最小11歲最年長已經82歲 經過評選共有28件作品獲獎 其中這兩幅作品讓評審印象深刻 我記得有一個作品它是用它叫做建設難破壞意 那個作品視覺非常簡單 然後要把國父的視覺的形象放上去 加上國父紀念館建築的風格 那個呢是我一開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因為它視覺很簡單 第二個呢有一個是跟時空對話嘛 跟我們主題相關 就是我們以前有傳統的電話亭 那現在有AI 就是透過傳統的電話亭 現在當然已經大家不用了 但是呢卻是還可以跟過去來對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也有一點超越時空的一個感覺 那我就想著 如果以後有這樣一個作品呢 我就想要拿著那個電話亭 跟國父講個話 我希望有一天呢 有機會可以就這樣呈現 另外有一群經常在國父紀念館 建築運動的影法族所拍攝剪輯的影片 也獲得評審肯定 只說這就是跨時空對話增見活動的目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群可能年紀比較長者 那他們在這邊運用了很多的空間在這邊做活動 然後很認真的把他們在這邊做活動做記錄下來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當初辦這個活動的很重要的原因 希望讓大家重新找到這種感覺 也就是他跟國父紀念館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互動 那不只是年輕人 其實很多年輕人可能對這裡只有對外面走廊上跳舞有印象 對裡面的活動比較沒有概念 可是透過這次活動我覺得大家是重新去思考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很棒 獲得評審委員特別講的飛雄放心協會 也分享他們製作這部影片的用意 只有不到兩三個禮拜 然後無眠無禮都是中壯年 都中壯年的人是我們最高年到83歲 但年輕人也50幾歲 所以是希望說透過這樣見走活動 然後透過我們這個這麼好的場地 然後呢能夠讓民眾還有就是結合社區 能夠促進健康養成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除了推動公共藝術計畫 正在進行工程整修的國父建館方面服務也不停歇 包括園區不定期舉辦四級展演 以及與各大專院校合作的孫學研究 典藏薰輝展更將在八九月啟動 不管是市集 不管是園區的表演活動 還有就是設備的維護等等 我們都持續的提供這樣一個全民開放的空間來服務大家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孫學研究發展的部分 我們同樣的在分全年度分好幾場次 跟各大院校來辦理研討會 然後來這個從現代精神上面 來發揚國父思想跟孫文學說 那當然還有我們不斷在進行的這個點藏展的交流巡迴展 那今年也準備在八月份跟九月份來做執行 所以國父紀念館的服務是不停的 跨時空對話創意展從即日起 在國父紀念館正門回廊展出到5月31日為止 除了得獎作品外 還規劃展出八件性評作品專區 歡迎民眾到現場感受不同時代下 國父紀念館所展現的文化風貌 記者張棋藤 台北報導